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就丢掉了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刘诗文最近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在中国乒乓球 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的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的公开赛 我们发现就我们看到他的比赛是0比3落后的情况下 连班四局 力转到来自新加坡的中间 那么从那场比赛我们可以发现在最近的情况下 刘诗文的这个他的条件啊 不光是这个比赛的比赛的这个热情 还有热情还有这个自身的发挥都可以说是很高的 那么刘诗文发球 发手拧起来 哎呦 晃球 这球刘诗文把落点打开 但是球速没有那么快 选择也没有那么快 对方很轻松的一个回拉 刘诗文发球 发手拧起来 哎呦 这球要超级慢 这种失误 这位就在第一局的时候会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现在比分来到2比4 准刀发球 短球 发手拧起来 哎呦 这个球 发手拧的情况下是带了一点旋转 所以对方在接的时候没有适用旋转 还是以碰来把这个球想碰回去 但很显然这个旋转球是碰不回去的 所以下网了 策刃拉起来 哎 发球 那么去年的这个平潮比赛也是在武汉举行的 那么去年武汉也是拿到了第二的成绩 那么今年在武汉安心百分百队 对阵山西大土和华里队的时候 可以说是被对方的一个车小西连打两分 然后给武汉安心百分百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但是最后还是武汉安心百分百队顺利的拿下了那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那场比赛车小西的发挥可以说是 不愧是当今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国手 我们先比分三比六 哎 正身拉 哎 漂亮 这个球趁身拉拉到对方的反手位 然后一个上步 继续拉到对方的正手位 我们看一下回放 趁身拉拉到反手位 一个上步 正手位 哎 好球 我们看到这个是现今的中国平凡球界的 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打法 就是把错位打开 把落点打开 这样对方在接球的时候没有一点主动性 那么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的情况下 丢球的概率也会随着自己的防守增加 因为对方的进攻肯定是一个球比一个球质量高的 那么现在是最后杀发球 哎 正手一个侧球 哎 好球 还有一个变换发球 那么在比赛中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变换发球 还有变换自己的打法 其实是最关键的 因为你一个球赢球赢多了 或者说这个球的方法打多了 那么对方肯定也会适应性的提高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球 第一个球 看这个球又是一个 哎 这个球就是自己发球的变化 取得了一个成效 那么拿到一分 就像我所说啊 这个在这种高水平的比赛中 发球的变化可以说是很关键的 因为在这个球 你想这个球发过去以后是上线球 然后下个球你发一个侧线球 那么对方还以为 还是照着上一个球的上线球来处理 然后下一板 可能在第一个球揭发球的时候 会出于一点被动性 那么第一个球出于被动性 对方就会抓住这个机会 赶快进攻 然后拿到自己球的主动性 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 一分来到了5比9 哎 观众你们前 5比10 第一局刘世文迅速的拿下了 本局的据点 正如搓起来 成人了 哎呦 这个球丢的 有一点 失误啊 我们看这个刘世文在丢这个球以后 也是进行了一点身体的拉伸动作 这个动作可以证明刘世文还是没有放开 在第一局比赛中还是有一点紧 哎 又是一个换发球 撤身 对攻 哎 好球 在对攻的机会中刘世文选择了在第四版的球 看有回报 看 第三版 第四版对到对方的正守卫 看 正守卫 漂亮 一个中台 可以说是中台 他也是在奥运会 刘世文 李小霞 叮咛 取得三连冠 为中国带来了团体的三连冠 在2015年第四次取得了世界杯的女端冠军 可以说刘世文现在是冠军的身上的冠军很多 那么也是一名很出名的很著名的一个平凡球选手 往回来比赛 发手顶下 哎 好球 这个压到正守 也是刘世文的一个接发球的一个处理不当 导致的 自己接发球导致这个球速过高 对方很轻松的把球 反手拧了回来 哎 正守戳起来 反手拉起来 正守对攻 反守对攻 好球具体压到正守 好球 我们发现这个在这种比赛中 我们先看一回放 反手 反手对攻 然后拧了正守 正守拉一把 15 我们发现在这种比赛中 对方 这个双方之间处理这个正守位的短球 都会选择以一个反守的蹴球来处理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跟现今的这个中国乒乓球的打法有关的 那么因为这个反守 第一是因为反守的这个反守 蹴球的处理会更果断一点 而且上手率会更高一点 第二个在拿反守进行一板以后 可以迅速的回应自己的反守位 以及正守位对方的击打 那么就是我拿正 拿正守位 这个反守戳球过去以后 我可以迅速的回到自己的反守位 也可以迅速的回到自己的正守位 那么就不像正守的戳球 那么只能回到自己的正守位 回到反守位的话 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压力 那么现在是最后沙发球 哎 一个正守 正守戳起来 高调 反守 对拉 正守对拉 继续对攻 哎 好球 那么在这个连接四板的这个对攻 都是刘诗文取得的胜利啊 我们看这个反守 然后反守一个刘诗文的一个加速 可以说是一个下拳球 孙永莎没法处理这样的球 所以丢掉 那么比分来到3比3 刘诗文发球 高调 反守拧起来 继续反守对攻 车身拉一板 继续反守 车身拉 漂亮 好球 这个球是孙永莎 占据了这个球的主动性 我们看反守 正守拉起来 一个侧身 哎呦 拉到正守 好球 刘诗文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球孙永莎会把这个落点 打到自己的正守位 所以没有处理好 刘诗文发球 正守 反守就抽起来 继续拉 哎呦 这个球丢的 感觉有一点 失误 我们看这个球 在之前的时候是一个下拳球 那么过去的情况下 肯定是一个下拳球 而刘诗文的判断 可能是一个上拳球 然后对于速度 这球都更多一点 旋转就没有那么多 那么就是出界 这个球刘诗文吃发球 比分来到3.6 发球 这种算 哎呦 好球 这一个正守位的小抱条 可以说是 打下了比赛的主动性 比分来到3.7 那么孙永沙在第一局 被刘诗文 以11.6的比分 大分差 拿下比赛后 第二局 不稳不慢 可以说慢慢找回 哎 这个球擦边 擦边 比分来到3.1 但是 皮毛球比赛 可以说不到最后一刻 都是 不一定的 就像之前刘诗文参加的那个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 0.3落后的情况下 联班四局 那么其实在小分落后 我们的著名的左手运动员 丁宁 在奥运会的情况下 也是 有一场比赛0.5落后 但是最后也是反超对方 拿下比赛胜利 所以乒乓球 在不到最后一球的情况下 都是没有人可以预测 哎 这个球 发球失误 本来是想偷一个刘诗文的中台位 一个长球中台位 如果这个球发生了 我们看刘诗文的刚才表现 可以说是 就算不丢 那么也是拿到这个比赛的主动权 哎 反手对攻 继续 正手拉起来 压到反手 压到正手 哎 好球 好球 那么又是在这个对攻的情况下 刘诗文拿到了这球的胜利 我们看刘诗文 一个正手拉球 压到正手 又是一个拉 反拉 反拉没有成功 刘诗文发球比赛来到5-9 正手 哎 跳起来 哎呦 这个球 幸福莎还是想像 之前的那一个球一样 来一个正手的爆跳 但是没有成功 把刘诗文 准备劲 让比赛来到6-9 这个球至关重要 如果拿下的话 本场比赛还是有机会的 本局 搓起来 反手拧起来 漂亮 很果断的一个发球抢攻 在对方的一个发球情况下 自己先手的一个抢攻 那么拿下了这局的局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发球要怎么处理 要变化一下吗 哎 变化了 正手 拉起来 要的反手 漂亮 继续 好球 趁身拉 拉起来 哎呦 我这个球 孙永沙的处理 在前三板的情况下 都是很果断的 我们看 后级板 一直是处于 刘诗文的一个防守位 但是在自己进攻的情况下 孙永沙还是丢掉了 那么 也没有关系 现在自己还是局点 看一下调整自己的心态 7比10 反手拧起来 哎呦 18球 那么 孙永沙以11比7的分差 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那么现在比分 大比分来到1比1平 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二场比赛 这个孙永沙在第一局比赛的实力以后 第二局采用了变换 变换打法 那么 首先是把刘诗文的一个台 一个球的落点调动开 那么其次是对于在这个10比6 积极领先的情况下 然后变换发球 那么掌握比赛的主动性 那么很明显 孙永沙的这个心态调整的 还是很好的 那么第三局刘诗文发球 发手拧起来 要的反手 漂亮 这个在刘诗文主动选择进攻的情况下 还是一个反手的 对拉 拉下一球 好准备 正手 准备 好准备 准备 漂亮 继续 哎呦 这个球 哇好险啊 它是 我们看这个球是不是擦边 我们看一下 高球 继续 然后回来一个高球 哎呦 擦边 是擦边 孙永沙发球 翻手 拧起来 哎呦 又是擦边吗 我们看采论怎么得 哎 裁判没有给擦边 1比2 孙永沙整线 哎呦 好球 好球 主动进攻 拿下了刘诗文的一球 1比3 刘诗文发球 我们看一下 在落后的情况下 要不要变化一下发球 哎 一个正手 好球 哎 再来 好球 那么这个球就是 很经典的一分砍球 这个球是一个逆旋转 所以在对方接过来的情况下 自己可以很快的进攻 等比分来到2比3 看一下这个球 又是一个 翻手拧起来 继续翻手对攻 翻手对攻 给到正守卫 给到正守卫 哎 好球 有数人的一个先手的变化 变化到正守卫 然后再压到 随便的翻手尾 拿下了这一个球 可以说刘诗文 掌握了刚才那一个球的 主动拳 比分来到3比3 正手搓起来 哎呦 拉起来 继续对拉 漂亮 反手 哎 好球 我们看一下回方 看正手拉起来 然后刘诗文一个反拉 给了对方正守卫 反守卫 然后继续调动开 那么很明显 孙永莎在 好这种 调球卫的情况下 没有刘诗文处理的好 哎 现在比分2比4 那么 那么 刚才那个1比1平的情况下 刘诗文的一个举手代表着自己的一个擦边 那么当时的裁判可能是给错了 那么现在是比分来到2比5 2比5还是当时还是刘诗文的一个擦边球 刘诗文发球 哎 一个反手 抛 哎呦 让对方打到主动性了 对方很果断一个车身拉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 一个反手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发球 但是对方 在感觉自己反手 没法处理的情况下 很果断一个车身 赶紧拿自己的正手补充 反手搓线 调球 漂亮 这个球又是一个抠球 这个球又是一个抠球 在第一个球 反手的一个抠场 没有成功 第二个球偷了一个侧上 正手位的侧上 对方没有判断出来 孙永莎发球 哎 车身 哎呦好球 这个球 刘诗文很明显是发现了这个孙永莎 是想发自己的反手位 所以果断的车身 在对方击球的一瞬间撤身 我们看一下 拉到反手位 漂亮 连续四个球 都是刘诗文的一个主动性 那么孙永莎赶快调整自己的这个主动拳 那么比分来到3.9 反手拧起来 哎 进攻 哎呦 又是防守 我比分来到3.10 刘诗文以大分叉 拿到了这局的据点 哎 我们看这个孙永莎 这门选手在这 三场比赛中 所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在前两板的进攻上 可以说是都是很具有威胁性能 但是在第三板 或者说在对方很有质量的一个防球 防过来的情况下 孙永莎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 那么把这个主动拳 又重新拱手让给了对方 就是给那个刘诗文 哎 这个球 我们看这个孙永莎的确在前两板的这个进攻方的处理上 的确是很强的 但是他如何弥补自己在第三板或者是第四板 所出现的这个空挡 空挡差 那么 比分五 孙永莎拿下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那么现在比赛来到第四局 孙永莎发球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正手 反手拧起来 哎呦好球 很过断的一个反手拉 而且很有质量 我们拿下刘诗文的一球 反手拧起来 继续要反手 哎呦好球 我们看又是一个孙永莎的主动进攻 然后被刘诗文破解掉 然后刘诗文又一个主动进攻 孙永莎没有办法防顾 对方达到1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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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身份发球 哎一个逆旋转 搓起来 摆起来 拉起来上手 继续 哎呦好球 孙永莎 在这四局比赛中 虽然是在自己进攻方 还是有丢球 但是一直是出于进攻方 一直是很果断的 在第三排有机会就上手 那么也是给这个比赛 1比2 我看一看这顺发球 正手 正手拉起来 继续拉到反手位 漂亮 然后刺永莎 在第四局比赛中 我看这球 看 包掉 然后继续反手 然后感觉自己不轻松 对方的情况下 强行把球的落点 打到对方的正手位 那比方来到1比4 孙永莎发球 挖起来 拉起来高调 碰一板 哎呦好球 这个球孙永莎的高调手 拉起来以后 旋转肯定是很大的 刘世文的这个球 碰过去以后 旋转肯定也是很大的 那么孙永莎在 自己接球的情况下 肯定是需要一个反手的拧拉 或者正手的一个拧拉 但是他选择了一个反手的碰 那么肯定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球 打过去的 那么刘世文发球 反手拧起来 继续压到反手 对攻 反手零 漂亮 哎呦好球 好球 反手拧起来 让孙永莎选择第一个 选择第一个球 改变自己的这个落点 那么很有成效 好球 好球 侧上 跟第三局比赛的花球一样 一个侧上 孙永莎 又是没有看到好 那么孙永莎 可能是在这个比赛中 可能是不是自己的 对于侧上球的打法不太适应呢 那么刘世文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多发几个侧上 试探一下 哎 擦网 反手拧起来 哎呦好球 反手拧的输 我看一下 反手拧 哎呦 这个球 对方很明显一个批长 但是刘世文 处于一个前台为止 没有把身体往后撤 搓起来 反手拧起来 哎呦好球 比赛来的4比6 好球 又是一个变回把球 我们发现了 刘世文 如果现在说 从第一局到现在 已经变化了至少六种发球了 那么每一次发球 每一次发球的变化 都可以说是取得了一点优势 正手台的发球 这个手势 又是正手位 拉起来 继续拉 反手拧起来 好球 漂亮 那么在5比6很关键的一个球 在孙永莎叫了一个赞情之后 刘首尉的一个正手位的一个逆旋转 然后在自己很过端的一个正手抢攻 然后拿下了这个很重要的一球 先比分来到6比6 孙永莎发球 我们看一下孙永莎 如何处理 看这个手势应该是一个侧上 哎 侧上 反手拧起来 继续反手 正手拉 哎呦 那么在这个对攻的情况下 哎 翻一下 正手拉起来 然后反手 好球 那么刚才 刘首尉的这个手势 就是应该是场边对他有什么干扰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在看球的情况下 在球员打球的时候不要叫 不要喊叫 不要给自己的喜欢的球员加油 因为这样会对现场的这个比赛的球员 对 击球的情况下有一些变化 看这个正手的一破果断地拉到正手位 那么在5比6刘世文落后的情况下 孙永莎叫了一个暂停 但是刘世文回来以后把比分拉到了6比8 刘世文领先 哎 又是一个正手位发球 又是正手侧上吗 我看一下 是 反手就 哎 好球 那么在连续吃了三次亏 我们看到这个刘世文也笑了 那么在连续吃了三次亏以后 正差没有选择第四次吃亏 那么反手果断地一个拧拉 压到反手位 那么这个球刘世文肯定是没有办法接上的 那么刘世文发出这个球以后也是笑了 那么肯定要改变一个策略了 我们看一下正手位的侧拳下拳球 哎 继续反手拉起来 对攻 继续对攻 压到正手位压回来 哎呦 好球 漂亮 这个时候应该打了13本 14本 我们看反手一直反手对攻 然后压到正手位又是一个反手 然后继续对攻 然后又压到正手位 哎呦 哎呦 继续反手 那么在这个球的情况下 孙永莎可以说是 取得了这个球的主动权 因为是自己先手变线 那么刘世文出于一个被动情况下 肯定是没有办法 应对 一分来到半一八 很重要的发球 正手位 从前反手凝下 哎呦 这个球丢的 有点输 这个球 很明显的一个机会球 很明显的一个机会球 翻手的一个拧拉的机会球 但是 失误 那么看一下 孙永莎能不能把握好这个机会 拖起来 帮助大家 哎呦 一定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双方在八一八挺的情况下 心态都是有一些变化 那么连续每个人丢出了自己的关键球 我们比较来的九比九 但是是刘世文领先 对于孙永莎很不利 看一下刘世文这两个发球要如何发 又是一个正手位的中台发球 我们看一下是发正手的短还是反手 我看这个手势应该是一个下雪球 好的 正手拉起来 继续反手对攻 反手对攻 漂亮 哎呦好球 漂亮 那么每次在这个反手对攻的情况下 孙永莎都是会取得这个优势 因为我们看都是孙永莎的一个主动的发力 或者说主动的变现 我们看都是主动发力主动变现 那么刘世文一直处于一个被动状态 那么九比十 孙永莎拿到本局的局点 但是还不好说 现在是刘世文发球 我看一下这个球 如果发的好的话 哎 一个侧上 正手拉起来 反手对攻 又是反手对攻 哎 这把刘世文先变现 但是在变现的情况下 孙永莎很果断的一个正手的一个处理 正手的一个发球 车车拉起来 哎呦 反手又是反手对攻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 又是反手对攻 车车拉 继续 哎 好球 漂亮 我看这个球对气势上有着很大的提升 我们看这个球 反手拧 然后正手拉 反手拧 又是一个正手拉 然后一个变现 漂亮 这个球对刘世文的这个气势有着很大的提升 因为在之前的几个球的反手的对拉都是以刘世文的失败 结束 那么在第五局关键的一局 第一个球 刘世文就在反手为取得了一个优势 那么看一下刘世文下面的球要如何处理 又是一个正手的发球 我看一下这个球估计应该是一个侧上 对 好球 那么这个球应该是一个侧向 那么对方 苏永莎在判断这个球的时候就判断成了一个侧上 那么在拉手的情况下 对于这个速度和力量有着很高的要求 但是对于旋转没有很大的要求 那么苏永莎输 苏永莎翻球 翻手拧起来 又是反手对攻 好球 第五五局 simulator 西国图的思 adds 第二八角 然后按一个提ök 刘世文 Together 你看一下 翻手 扭起来 漂亮 这个刘诗文在第五级比赛中可以说是对于自己的反守卫 刚才肯定在场下教练做了很多的指导 对反守卫没有任何丢球 比分来到1比3上方会场位 因为在关键局谁先到期 谁就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刘诗文距离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仅仅是四分之差 我们看有刘诗文这个 这现场有一些干扰 刘诗文选择等一下 正手拧下来 漂亮 一个正手的半高 然后对方没有很果断的进行一个上手 把球碰入过来以后 这个球质量肯定很低 刘诗文果断一个上手 又拿下一分 比分来到1比4 刘诗文领先 我们看一下每个球都不能放松 正手 好球 连续两个发球 刘诗文拿下两分 比分来到1比5 我们看一下圣诗文杀在 这个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要如何打 要变换发球吗 变换 正手 好球 这个球 圣诗文杀在发球的情况下 很果断的发到了一个反手为的长球 刘诗文没有想到 在 蹭蹭不及的情况下回了一个半高 那么也是把这个球的主动悬上给了对方 拖起来 这个球丢的 这个 本来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半高球的处理 那么肯定是随格沙的这个心理产生了一些变换 那么所以说在比赛场上这个 心理状态是很重要的 那么刘诗文拿到局面 看这个球 哎 好球 漂亮 那么随着最后一个